苏克贝塔第17集中 苏克贝塔和琪琪藏在裁缝铺中 猫是未来搜查 有个士兵私藏了一本书 细心的小伙伴应该注意到了这本书的名字 隐形裁缝 这个故事收录在皮皮鲁和复活的恐龙中 讲述了以裁缝为职业的汤克兰 并故后变成了鬼魂 在阴间继续担任裁缝 裁剪阳间活着的人的智商 运气 品质的故事